念佛走点 他把这个蝉根蜜统统放下 专心念佛 这就是说明 还是这个法门最够靠 这个法门最保险 用这个法门求生净土 四义法最后一句 是一智不一识 这句非常重要 智是理智 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感情 不可以感情用识 感情用识很容易走错路 要用智慧去选择 决定不能够受人家影响 随着人情走 误了自己的大死 所以这四句 佛不在世 我们能够记住 一教奉行 你就不至于走错路 所以汇集经 这个汇集 翻译都没有问题 一定要意思正确 这个文字 没有什么大关系 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 念佛把自信弥陀念出来 是否明心见心曾念得出来 向上有什么表现 这个没错 自信弥陀就是明心见心 这在禁途中叫做理性不乱 功夫最高 跟禅宗的明心见心 跟教下的大开元节 同一个经济 功夫念到这个程度 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生十报专业图 它不是同居图 也不是方便图 它是世报专业图 那么你要问 这个向上有什么表现 这是我们在讲堂里头常常说的 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这是向上的表现 如果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那你就功夫不到 这个要知道 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境界 几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往后的人恐怕都做不到 那么念佛的书身 就是待业往生 把自信弥陀念出来 就不待业了 所以他往生 平为高 第六 第六 第四规集中 念佛开始后不胜明本 佛念佛之 以此原神无信之一念 念彼 原神无信之佛明尔 佛明即是无信原神 这原神 这原神一人无信 这原神一人无信 是念一神 由一神佛闲现现 念十八千万神 由十八千万神佛闲现现 而不念十便急然也 念信即是原神无信 则无信不爱原神 这一段话是不好懂 你懂得了也做不到 这个境界跟前面所讲的 自信于土 唯心净土 是一个意思 懂得很好 不懂也不要紧 只要老老实实的 把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念佛最重要的 大师之菩萨在念佛原童章里面 教给我们的 都是六根 静念相机 这是念佛最高的 也是最好的指导原则 都是六根 这是顺于持戒 平常我们的六根 语言外面的六根 语言被思 牵着走 语言见色呢 你起心动念 而听声的 也起心动念 所以你的心是不回来 你的心都跑在外境 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这样你的功夫就不能成就 念佛的功夫 最要紧的 弥陀经上讲的 业心不乱 你看 做到业心 这就不容易 都是六根 就是一心 那要怎么样才能到一心 总的来说 放下 执着 放下 妄想 放下了 妄念 妄念就是 起心动念 这才能到一心 一心 有 浅身 功夫 不一样 放下 执着 是四一心 我们于 世出世间 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你心 定 这是 在佛法里下 什么人呢 阿罗汉 阿罗汉 对一切法 决定 没有执着 我们一般人 天人都有执着 鬼神执着 比人还厉害 都有执着 就是我们今天讲 有成绩 我想怎样怎样 我要怎样怎样 这个不可以 那都全是妄想 所以放下一切执着 执着是见识烦恼 这见识烦恼断了 正阿罗汉过 四一心不乱 那么其次呢 就放下分屏 分别是沉杀烦恼 那功夫就更高了 那是全教菩萨 所证的 再把这个 其心动念 也放下了 那不其心不动念了 那叫 理议心不乱 就是 思归基里头 这一段话的 境界 理议心不乱 跟禅宗的 明心见性 是同一个境界 所以四一心不乱 生 方便 有学徒 理议心不乱 生 食报 专业徒 这个都不容易 实际上多难 我们今天这个功夫 是最低的 要求啊 你把妄想分别执着 控制住 扶住 这就是一般讲 功夫成片 这个样子 代业往生 生凡胜 同学徒 这个方法 古大德说得好 善道大师讲 万修万人学 只要我们自己肯干